紅豆疤常常是按凹豆疤一起發生 你如果注意看喔 在早期凹豆疤剛形成的時候 凹凍底部是紅色的 發源性的痘痘 像是秋枕、農芳或是囊種 而紅豆疤的存在 常常會加重凹疤的嚴重感 那像是585黃雷射的治療效果就蠻不錯的 還有脈衝能量雷射 治療紅豆疤的效果也很不錯 大家好,我是皮膚科林鄭賢醫師 很多人來找我治療痘痘疤的時候 常常跟我抱怨說 他在其他地方發過 飛縮雷射、皮皮表雷射、皮皮雷射 甚至做過身體移植、穿刺移植 花了很多錢 但是好像效果不太好 進一步一點點 他問我要該怎麼辦 那我今天的重點呢 會放在這個精準的判斷上面 告訴你在治療痘疤的時候 很多醫師會忽略的盲點 至於另外一個豐富的經驗的部分 我就留待之後 再錄相關的影片來跟大家說明 那教科書上 對於凹痘疤的分類 大概就是分成 滾動型、香車型 還有冰鑿型三大類 但是在我的經驗當中 在治療前對於凹痘疤的判斷 無法光用這三種分類 來決定要用哪一種治療方法 還是要考量到其他的因素 綜合判斷之後呢 才能找出 適合的治療方法 首先是大小 雖然凹痘疤的類型可能是一樣的 但是呢 尺寸、大小的不同 也會影響治療方式的選擇 也會影響治療的效果 以滾動型的痘疤來說 他可能只是小型的 只有1到2公分 也有可能是大型的 甚至是10公分以上 造成整個臉頰的凹陷 那真的不同大小的凹痘疤 選擇的治療策略可能就不太一樣 例如說 比較大型的滾動型的痘疤 我會以皮下玻璃 再加上膠原蛋白增生肌為主 讓整個凹陷能往上撐起來 但是呢 比較小的滾動型痘疤 而且如果比較分散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 細骨電波來治療 可以縮短恢復期 那如果是小型的 但是比較集中 那我可能就會選擇 皮秒雷射為主 同樣的道理 小型的香車型痘疤 真皮移植 或是穿飾移植 都算是不錯的治療方式 但是呢 如果是香車型的痘疤比較大 移植進去的真皮組織 常常支撐不太夠 就會很容易復發 又會回凹 所以呢 痘疤的大小 甚至是數量 逆極度 在治療方法上的選擇 都會不太一樣 那第二個是深度 同樣是香車型的痘疤 其實深度也會有種差異哦 有的可能正常皮膚和凹洞底部 落差很大 洞很深 但是有的落差就很小 只有淺淺的 但是呢 在教科書上只告訴你說 香車型的痘疤 要用雷射來治療 但是當深度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雷射的參數也會差很多 治療的手法也會不太一樣 那這些都需要經驗 不是簡簡單的一句 打雷射就可以解決的 那第三個是硬度 有一些凹痘疤 你看起來可能很像 但是可能 一樣的深度 硬度卻不太相同 像同樣是香車型的痘疤 有的摸起來 就是正常皮膚的質感 代表平面皮膚底部的欠化 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但有一些香車型的痘疤 看似平坦的部分 其實摸起來是硬硬的 就代表說 平面皮膚的部分 底下有嚴重的纖維化 這種類型的凹痘疤 即使用真皮移植的方法 失敗率通常會很高 因為凹洞周圍都是不正常的組織 很難提供養分 給移植過去的皮膚 這個時候呢 這兩種形態看起來一樣 但硬度不同的凹痘疤 治療的方法 以及雷射的設定參數 還有治療模式的組合 就不太一樣 如果十手的架構書上說 相車型的痘疤 就是要用某某方法來治療 通常效果就不會太好 這也是為什麼說 有些痘疤患者 會寄來他的臉部照片 然後問我說要怎麼治療 我其實都會建議啊 能來現場諮詢是會比較好 因為光從平面的照片 特別如果光線的角度不太好 甚至打了閃光燈 會減少痘疤的陰影 不但我無法精準判斷 痘疤的深度有多深 我也沒有辦法 親自摸到疤痕本身 就無法了解他的硬度如何 自然就很難光靠照片 就做出精準的治療計劃的建議 那第四個是顏色 顏色的存在與否 也會影響痘疤的視覺感覺 最常見的呢 就是紅痘疤 紅痘疤 常常和凹痘疤一起發生 你如果注意看哦 在早期凹痘疤剛形成的時候呢 凹痘的底部是紅色的 為什麼呢 因為紅痘疤和凹痘疤 都有共同的原因 那就是痘疤 發炎的太厲害 發炎性的痘疤 像是秋枕啊 農包 或是囊種 就像到了失火一樣 火燒的越旺 燒的越久 建築物就會被破壞的越多 之後的重建 當然就會更費時 費工 痘疤也是一樣 痘疤發炎的太厲害 組織就會被破壞的越多 皮膚就越容易塌陷下去 形成凹痘疤 那在發炎的過程當中 微血管會擴張 呈現沖血狀態 所以發炎的越久 痘疤就紅越久 所以呢 凹痘疤和紅疤 常常是一起發生的 而紅痘疤的存在 常常會加重 凹痘疤的嚴重感 那關於紅痘疤的治療 我們之前已經有講過 各式各樣的治療方式 大家可以復習我們之前的影片 那像是585黃雷射的治療效果就蠻不錯的 還有脈衝能量雷射 治療紅痘疤的效果也很不錯 當然 這些都需要多次的治療 你會發現 只要紅紅的顏色比較退了 痘疤凹陷的感覺就沒有那麼嚴重了 所以 有紅色存在的時候 一定要同步治療紅疤 視覺的效果才會好 那接下來呢 大多數的香車型痘疤 都是圓形或是橢圓形的 那有一些香車型的痘疤 形容是不規則的 這個在治療上就比較困難一些 需要採取不同的策略來處理 再來就是肥後性的疤痕 病存 有些凹痘疤的旁邊 其實不是正常平坦的皮膚 而是鼓起來的肥後性疤痕 形成一種很特別的型態 也就是凹凸疤病存 那這個在治療的時候呢 就不能用一般的思維模式去治療 而是要用不同的治療手法 同時治療凹和凸兩個部分 讓凹的上來 讓凸的部分滴下去 這樣治療後 臉才會比較平坦 如果只是單一治療手法 甚至將凹凍用手術的方式填平 效果就會不太好 那接下來呢 是落差面 同樣是香車型的痘疤 其實它的凹凍邊緣 也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比較常見的呢 是正常皮膚和凹凍之間 是垂直的落差面 像懸卡一樣 但是呢 有的香車型的痘疤 它的這個落差是有斜度的 有的是向內斜 有的是向外斜 所以在治療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根據落差面的斜度 採取不一樣的治療手法 來強化效果 再來是混合性的痘疤 剛剛我們講過 主要凹痘疤的類型雖然是三種 但是其實有可能會有不同類型的痘疤 出現在臉上 有的是在臉上不同的區域 分別有不同類型的痘疤 可能是這一區是滾動型 那一區是車廂型 然後另外一區又是車廂型 那這種情形的話 每一區就要用不同的治療方式 分別處理效果才會好 如果只用一種方法 例如只用飛碩雷射 或是皮秒雷射 全臉一視同仁的處理 就很難針對每一種不同的類型的痘疤 去量身定做處理方式 當然效果就不會太好 那還有一種情形呢 是 最常見的呢 就是在大型的滾動型痘疤中 常有一些小的香車型痘疤 很多醫師在治療的時候呢 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會一直針對小凹凍治療 無論是雷射 或是用真皮移植去填補 結果或許小凹補的不錯 但是病人常常會感覺沒什麼進步 原因就在於啊 沒有去處理大面積像碟子一樣的凹陷 所以視覺上就會覺得進步不多 也就是所謂的 見素不見鈴 那這種類型的痘疤 我會建議先用皮下剝離 加上膠原蛋白增生劑 讓大方向上先改善 之後再去處理小凹 在感受上會比較好一些 還有質感的問題 很多人在治療凹疤的時候呢 忽略了疤痕本身質感的問題 如果你受過傷 留下疤痕 應該會感覺 疤痕 和旁邊正常皮膚的質感 就是不太一樣 正常的皮膚有毛細孔 有一點粗糙的感覺 那膚色是黃腫人的黃皮膚 但是受傷的疤痕 看起來是白白亮亮的 摸起來很光滑 而且是沒有毛細孔的 那一些比較嚴重的凹豆巴也是一樣哦 有的時候 醫師在治療的時候 只注意到要讓膠原蛋白增生 讓正常皮膚和凹豆巴之間的高低落差補起來 但是卻忘了凹凍底部的質感 和旁邊正常皮膚是不一樣的 那不管是用雷射的方法 或是用真皮移植的方法 讓落差補起來了 但是底部的皮膚質感 和正常皮膚就是不一樣 就算填平了 還會感覺出質感上的差異 甚至有的中間巴含的部分 還會顏色比較白 所以還是會有色差 那雖然UP雷射可以進一步 改善這種質感落差的問題 但通常很難完全一致 這是在治療之前 患者都要先了解的 那如果數量少 或許用穿刺移植手術 取正常的皮膚過來補 來減少質感上的差異 是個不錯的方式 但是如果數量很多 在處理上就真的困難很多 還有隧道的存在 有的豆巴看似不嚴重 但是凹巴的下面 卻有的像是隧道一樣的空洞 互相相通 那這種隱藏性的 看不太出來的深層豆巴 是最難處理的 需要結合多種不同的治療方法 才能有一些進步 所以在治療前 醫師最好要告訴患者 能進步的幅度有限 不要對於治療效果 有太高不合理的期待 總結來說 豆巴的形態其實是千變萬化的 不是只有教科書上說的 滾動型、香車型 還有冰枣型三種而已 不同的型態 大小、深度、硬度 還有嚴重程度 會產生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 需要有經驗的醫師 不僅客製化 還要動製化 合併多種不同的治療方式 才能有比較好的療效 當然 也不是所有的豆巴 都能治療到很完美 這也是在治療之前 醫病雙方都要心有的溝通 那以上就是我對於 在面對豆巴的時候 一些治療的細節 盲點和誤區 提出我的看法 如果你也有豆巴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 記得幫我們的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開啟右下角的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Bye 形容是不規則的 Lug 乾杯